而在加一线呢 有个身心障碍团体 他们昨天走上街头 来参加创意采接活动 每一名身上者都打扮得漂漂亮亮 用各种装扮来告诉大家 其实他们是非常勇敢的 身心障碍团体走上街头 不是抗议 而是要体现庆祝国际身心障碍日 每一位身上者都打扮得漂漂亮亮 还有各种不同造型 有古装也有漫画人物 创意采接活动 热闹滚滚 透过这个瓦达 能够让社会了解 什么叫身心障碍者 也透过我们的活动 让大家注意身心障碍者 最后的25个身障团体 这些身障者沿途大方表演 没有想象中的害羞 反而非常活泼 嘉义宣政府也呼吁大家 不要用有色眼光来看待他们 我们要在心态上 先能够平等地对待身心障碍者 身心障碍者 被对社会的接受度 跟身心障碍者的权利 才可能被狗扑 走了快一公里的路 终于抵达目的地休息 小学生在现场表演逃敌 炒热气氛 还走到台下与身上者同乐 为活动画下完美句点 联合报陈永顺 嘉义报道